小甜甜2021年 与村外男友登记结婚 并与同年7月产下女儿 夫妻俩却常因为育儿问题 发生了不少冲突 建议小甜甜上节目更透露 男人结婚时因为碰上疫情 所以迟迟无法办婚礼 生了小孩后 仍然希望至少要有个婚见 老公也带她去挑选 但她产后因为多囊性软潮和甲状腺低下 所以身形变得越来越肿 整间店里借为最大的戒指都待不下 丁与原则微婉建议 等之后受身成功再来挑选 可能会比较适合 小甜甜也只好作罢 没想老公去拿这件事到处说嘴 透露只好朋友问到这件事 小甜甜老公就会像跳针一样 跟所有人一直重复 待不下这三个字 完全不顾虑她的心情 还自以为幽默 让小甜甜在旁边听了相当受伤 节目播出后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